喔 警察在機場拿那個牌子 我覺得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弱智是不是 你聽了你就想去 我一定是幸運了 就像一些被仙人跳的男生 每次有漂亮女生要接近你 然後你就認為 唉唷 一定是我長得特別帥啦 然後炸你進去房間 你先洗澡喔 你洗澡出來就看到一群人 在外面拿著棍棒 粉飄 印尼 對不對 不輸那個 唉唷 印尼小姐的印尼勒 輸那個要蓋 本票那個 押印那個印尼勒 輸個沒有輸到 這個假假假假死 假假 你們就是這樣 那你就蠢嘛 你是豬啊 就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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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要貪啦 我今天又看到新聞 昨天又看到新聞 我一直覺得 台灣人 真的難道這麼笨嗎 我一直覺得不會啊 我一直覺得台灣年輕人很聰明啊 我之前也講嘛 你人不要貪 就不會被騙 你又沒有什麼專長 還看到那個警察在那邊 藍 一個一個苦口婆心說 你沒有看新聞嗎 警察在機場拿那個牌子 我覺得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 弱智是不是 就就喔 這種東西也很簡單嘛 就你不要去 在台灣做工作就好了嘛 有這麼難嗎 就像我當年 好像十年前了嘛 十年前不是很多這種新聞嗎 現在好像還有 就是那種警察好苦口婆心 阿嬤在那邊 啊 我的孫共撥去啦啦 然後警察在那邊說 那都騙人的啦 你不要貪 在銀行 在郵局那邊 有一些 阿嬤 一些 媽媽 你不要貪 錢過 這都騙人的啦 你快打給你東西 我打給你東西 他沒接啦 十幾年前流行這一套 我那時候就深深的覺得 奇怪 每天新聞都在廣 每天 都在做反 反詐騙的 宣傳廣告 政府也 花了一個相當多的預算 都在做反詐欺 反詐騙的 廣告也好 警察勸說也好 甚至是你去銀行 你去 郵局 你要提領錢 匯款給別人 他都會問說 你為什麼要匯錢 那現在最新興的 這個就叫做 大家都很聰明嘛 人很難騙嘛 做早期的 做機房的 不好賺了嘛 那乾脆怎麼辦 就炸你啊 那個第三世界國家 政局這麼不穩定 叫天天不運 叫地地不運的 在地那麼亂 等於無政府狀態的一個 法治都沒有的一個國家 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你聽了你就想去 我一定是幸運了 就像一些 被仙人跳的 男生 每次有漂亮女生要接近你 然後你就認為 唉唷 一定是我長得特別帥啦 然後炸你 進去黃街 你先洗澡喔 你洗澡出來 就看到一群人 在外面拿著棍棒 本票印尼 對不對 不輸那個 哎呀印尼小姐印尼勒 輸那個要蓋 本票那個 押印印尼勒 唉唷 老公 他常見我喔 你睡了 你睡著啦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到現在還是 這個還是很好用啊 出個沒有出到 這個假假假假事 假假假 你們就是這樣 啊那個被炸製的也是 這個我朋友找我 這個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我好幸運喔 30萬一個月 你們這些 在台灣的 建民 做個兩年回來 買豪宅 買保石節 喔 都可以了 奇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都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那你就蠢嘛 你是豬啊 就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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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警察真的也很 也很辛苦啊 哎呦你知道嗎 你下機場你就被押走了啦 你的護照就被怎麼樣啊不是啊 啊我朋友說 很好賺啊 叫我去啊 啊我要去啊 啊你就讓他去嘛 人先去評估一下 你自己跟別人的差異性 你很容易的就可以分辨的出 這就是一個 徹頭徹尾的一個謊言 一個詐騙 人不要貪啦 最終人不要貪啦 你就不會賠錢啦 啊人不要貪啦 你也不會吃虧啦